服务奉献于吉安乡的中娇妹女士 在这个月初离世了 家人有感母亲过去公益行善的热忱 以及在吉安乡内各社团的情仪 决定将母亲40万的电仪 分别捐赠给吉安乡公所等6个单位 由乡长游淑珍等单位代表受证 一起来缅怀中女士生前的繁华 期盼将这份爱与善心 能够继续的流传 曾经在吉安乡妇女会担任了多届理事 妇女会爱心工作队队长 乡公所客家文化服务队 南华村志工队长等单位的中娇妹女士 在这个月初离世 家人有感于母亲 常年服务奉献吉安乡各社团 决定将母亲40万元的电仪 分别捐赠给吉安乡公所等6个单位 由乡长游淑珍和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受证 妈妈在妇女会至少知名超过30年 这30年的志工当中 妈妈做了非常多的30 所以最近听到几个 妈妈做梦的对象 都说她现在过得很好 而且妈妈过得很开心 那就是她平常都有在吉福报 做三世基因的 那我们把妈妈的电影 以及大家对她的爱 今天花着一个力量 让她的爱继续团成 能够照顾更多的弱势家庭 也希望这些受证单位 能够延续妈妈的爱 继续将这样子的善行 做一个善的循环 那我们也很感谢 妈妈对我们的恩情 我希望这个捐赠对往生者来说 也是最有利益的 也是让我们值得怀念和留念的 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 可是我一直不敢拿于她 所以说今天转正比 现在她有看到她 十万年三千七百二十块 这个善款是子女们对妈妈的爱 因为知道妈妈有这个心愿 所以这个天宫庙的修缠的费用 是由陈碧珍 陈美玲 陈经营 陈俊华 一起要来做修缠 十一月七号 我们就要将她的爱心善款 来捐赠给我们 在我们全国赛 花东赛里面 得奖基优的这样的孩子们 作为一个第一个 这样的行善的捐赠款 我们希望把今天的捐赠金额 发挥到最需要帮忙的 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案件里面 我们会把这一份善款 发挥到有点陷面 发挥到最淋漓尽致 而且能够关怀到最需要帮忙的 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来感谢她的三心一爱人间 受证的单位 有吉安乡公所仁爱基金 吉安乡公所客家培育基金 吉安乡妇女会爱心工作基金 莲花狮子会 宜昌社区福气站 以及乡名代表黄松生 等人组成的温馨家族等 钟女士的家人也共同出席 一起缅怀母亲生前的芳华 期盼捐款能对各单位 发挥扶弱救急的精神 或文化的推动 将母亲的热心公益和善行 继续一爱人间 流传佳话 记者蒋邦彦 吉安乡报导